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周7.34版本的体验服更新公告 双11当年罚了 这是我们究竟正式书刚更新吗,不是 然后它的下一个错误版本就是这个 就是在里面会调那些下一个版本的内容 调完了就上线正式书 策划的话,我们发现当前环境中非常依赖普攻书色公司有英雄 就是发火迷亚,前期非常刮杀,发育环境较为恶劣 在线上会被克林特或者普罗迪这种技能型射手压成麻瓜 所以我们修改了部分装备,为他们专门打造了一套装备体系 俯制战连加猎魔剧剑加蛇棍棒 也就是所谓的攻击特效流 那么这套装备在前中期会让他们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 和暴击装备相比会在游戏后期牺牲单次的爆发伤害 我们会持续关注该类英雄在线上的表现 并在之后的输入版本进行优化 同时也吩咐了普攻造成魔法伤害型的英雄的主张选择 其实策划的话,其实就是疑犯的话 因为这一整套都是我设计并有我负责的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都改了些什么 英雄一伙看,我们先直接看这个装备 首先是新增了一个中间件 也就是叛联所有一切的这个急速联弩 当然以下数值不代表最终版本 价格目前是800块 然后属性是20攻击速度 是由两个攻速小刀合成的 然后可合成,辅持战联和天堂之语 唯一被动,两个被动 第一个联弩就是每次不攻附带40点 适应性伤害 就是说你以后花火米亚,第一件出的花800块钱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你以后每次不攻都会附带额外40点的伤害 你想,我一个花火米亚如果我没有技能,对吧 前期就靠普通吃饭 我一个物理攻击也就120,30 打一下120,你现在附加40点就打一下160 对吧,那它因为是适应性伤害 所以你像什么扎斯克,哈利这种依赖法术普通的英雄,你也可以出 他们出就是魔法杂 然后唯一被动冲动,每次不攻提高3%的攻速 最高跌午餐持续3秒 这个也是为了和他的辅持战联和天堂之语这两个合成剑做对齐 然后辅持战联 攻击速度属性从25提到了35 然后物理攻击从50降到了30 然后更强调攻速,然后新增效果每次不攻附在80点物理伤害 急速连弩是40点 虽然它是适应性伤害,但是呢 你升级成物理向的辅持战联之后,你就是造成80点的这个物理伤害 然后每层提高攻速从8降到了6 然后合成路径也是把急速连弩加进了这个 合成路径里面 然后是法术的合成剑天堂之语 攻击速度降低基础攻速从30%降到20% 但是呢,它新增了一个这个冲动的被动 它这个被动加的攻速和辅持战联是一样的 就是6%的攻速5层总共30% 就是实际上它其实上场被动它其实额外提了10%的攻速 这个呢,就是为了让那些法术流的因素 因为它不能像那种射手一样 你再出其他的攻速装 什么再出个分离者或者练魔巨剑 因为他们不需要暴击,也不需要其他的攻速 那些装备对于他们来说会很亏 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他们依靠天堂之语这一件装备 对吧,就能获得足够的攻速用来平A 就这一套现在就天堂之语就有50%的攻速嘛 那么可能这些英雄它自身也会带一些加攻速的技能 比如说哈利本人就有,反正这样就够了 就不需要再让它出其他的攻速装备了 如果你想玩法术平A就有的话 然后也是把急速连弩加进了这个合成路径里面 好,然后石油棍棒 新增效果触发连击的时候 该死攻会短暂的突破攻速上线 石油棍棒现在有个效果 就第三下不容易会提高自身100%的攻速 但是一般会出石油棍棒的英雄 攻速都异常高啊 在后期基本上能达到什么2.5,2.6,2.7 那这个时候再加上1.0的攻速它其实没太大用 所以现在修改了一个比较友好的设定 就是如果它触发那一下 它会在那一下的时候突破五组造件 就跟振奋一样能到五百 好,下面是法术装备的修改 着色之杖 我们希望普攻造成魔法伤害类型的英雄 也会从该装备中获益 触发条件 既能造成伤害 变成了造成魔法伤害就能 这个触发 也就是说你的普攻里面 只要附带法术伤害 你就能触发着色之杖 就不再是非得技能才能触发 当然有好有坏 艾克斯如果喷火的话 就触发不了这张 然后天才法杖 触发条件变成造成伤害 变成了造成魔法伤害 这其实是一个bug 就是原来天才法杖 其实你造成物理伤害 你出天才法杖也是能降对魔 这个不用管 所以其实我们为法术流的普攻类型的英雄 也做了一套装备的体系 其实就是天堂之语加卓罗之杖 加天才法杖 你只要一支A 你又能增加每次普攻的伤害 又能增加卓罗之杖的伤害 又能增加天才法杖的法穿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先来看一下 那个结束联弩 长什么样啊 就是这件 结束联弩 目前是可以合成镰刀 和羽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英雄的修改 首先翻新花火 我们希望花火拥有更多的超级活间 被动 普攻 出发的弹射 视为普攻 并且每次伤害 继承40%的攻击特效 也就是说以后花火的弹射 那四架弹射都算普攻了 有好处又快处 好处是 你弹到有远古铁甲的目标 你不再会被他紧攻击了 坏处是 如果你弹到了转甲的目标 你是会被反弹的 还有个好处就是 可以出发攻击特效了 它就可以 从我刚刚那说的一大堆装备里 获益 然后一技能 十余时间提了 CV也提了 然后新增一个效果 叫做开启期间 造成伤害 会以一定比你 转化为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 原来一技能 只是开启了十余三秒一盾 我盾存在期间 我就免控 现在呢 我一技能存在期间 我可以靠 伤害别人 就是平A造成伤害 然后给自己吸盾 就是这个盾的上限 会被无限拉强 如果对面打不破 你就打不破你这个盾 你的免控效果就一直存在 这个效果持续5秒 但是呢 他的CD很长 然后剩下的 这版本的 其他英雄修改 都是和普攻特效有关的 就是一些受益者 首先 米亚 那个被动 原来是不触发普攻特效的 现在可以提升 30%的攻击特效 然后纽特也是 这个大家看 莫斯卡夫 然后扎斯克 其实是个史诗级尊强 他现在炮台的第三下 死亡射线 每段伤害都可以继承 20%的攻击特效 但这个值肯定有点高 或许可能会弹 西尔维亚二级呢 也是维护工 每次伤害继承 45%的攻击特效 然后 晚晚和克劳德是 在出这套装备之后 获得收益巨大的两军手 所以他们 大刀继承的 这个伤害比例被弹了 其实 这里面只是列了几个重点的英雄 有一些 英雄改了 但没有写在里面 就比如说后面有句话叫做 看战场这里 就修正了艾瑞希尔子龙 凯莉出发多次普攻特效 是继承攻击特效比例不正确的问题 就是以前有些什么普攻他不能继承普攻特效 有些能继承 现在统一了 就是只要是你一个普攻子弹发出去的 你都能继承普攻特效 只是比例的多少的问题 然后还有个叫做延长了普攻优化体验的时间 原来呢 我们现在的正式工赛 前五分钟会有个普攻优化体验 因为前五分钟对线期嘛 如果你对小兵比较残血的时候 是更容易对大兴主导的 现在把这个前五分钟扩大到了整具游戏 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极花火吧 因为有一个 大招的改动没写在公告里面 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他的推荐装变成了普攻特效流 为什么普攻特效流前期增加伤害 说白了就是这每次普攻附带的 这个 固定的伤害 那导致的 你比如说第一件出个 血腾卫淫 或者愤愉者 或者狂战士之怒 那他们的DPS肯定没有办法跟你出一个 福尸战连的DPS相比的 我们来看一下花火的大招变成了什么 我放普通木装吧 这个统计木装太占地儿了 把一个S型 好吧 就是第一段命中之后 直接往后禁锢 坎射啊 并且 后续有个爆大伤害 就你找命中一个人 后面的目标都会自动帮你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放两个统计木装 多放 我们看一下这个盾子 你看了没有 就在这五秒内啊 现在盾没了 在这五秒内 如果对面不把你的盾打破 你就是一直免败的 好吧 这就是 翻新花火 当然如果你盾没有吸起来 对面直接把你盾干破了 这个时候你就吸不上盾了 就是你只要这个盾一破 你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好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其实有测服的小伙伴呢 可以再去试一下 其实普攻特效流这一波收益 比较大的几个英雄啊 比如说像纽克啊 赵古斯啊 米亚这种 他们都是 巨大受益者 好可能我之后的直播或者视频会专门做几个这种英雄的对战素材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今天这个介绍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